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476回 曾莲儿啊 瞬间他就明白了 左墨的意图了 转动的月眼 而紧紧贴着金屋壮城柱滴滴滴一缠 等金屋壮城柱撞上那些 无数金蚊形成的海洋 柱身流窜的炙烟猛的炸开了 所过之处 那些金蚊便如同纸片一般熊熊燃烧了起来 而失去了阻碍的金屋壮城柱轰然杂像 臣们至极的暴音如同在心底爆开呢 方圆百里之内 所有人心头齐齐一阵 实力稍差者只觉得是烦躁欲偶啊 左墨的金屋壮城柱如同万军重物硬生生的砸穿了这片金文之海 就在此时 纪正忽然抬头真目 如佛陀开眼无喜无悲 缠微如海 何时的双掌猛的张开 缓缓朝迎面而来的金屋壮城柱拍去 实不可挡的金屋壮城柱 竟然硬生生的被这看似平常的一掌给挡住了 仿佛金叶胶住的手掌 抵住了庞大的金屋壮城柱 纹丝不动 这一系列变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戴涛没有想到 对方三人的攻击竟然全都集中在纪正的身上 不过他并没有惊慌 他对纪正的实力有着绝对的信心 纪正师兄身居浅出一心向陈 外人知之甚少 但是同为反须期的戴涛 却比一般人要更加的了解 纪正师兄比他更强 出身玄空寺的纪正师兄 从修炼开始 基础呢 要比他扎实许多 之后的一步步的积累都比他要凝实 这种优势当集中到反须期便产生明显的效果 对于这一点呢 戴涛始终心存几分羡慕 看着孝摩哥他们的攻势集中在纪正师兄呢 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而心中冷笑 自寻死路 神力不过如此 纪正的神色闪过了一丝失望 这金屋壮成柱虽然说威力刚猛无比 但是距离他心中期望的威力 却有着明显的差距 难道说神力的威力就这么一点吗 若是如此的话 那这神力便是有一些名过其实了 这个念头刚在寄中心中生出 忽然眼角一跳 一道清冷的光芒贴着金屋壮成柱 猛的站到他面前 光芒紧贴着金屋壮成柱 隐藏在耀眼的金光之下极为的隐藏 继正禅心通达心念一动 便做出了应变 挂在他胸前的念珠 猛的飞出了一束灰雾 冷月光斩被这束灰雾一照 猛的定住 只见灰雾中一抹幽冷的弯月光滑 他寄然不动 八品法宝 凡尘念珠 这颗念珠啊 是用他抛在的凡尘俗面练化而成 与他本心相连 神妙异常 数十年来呢 每月打坐诵经 不断见证本心 戴韬 若有兴趣的看着双方的较量 没有出手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呢 继正师兄啊 甚是从容 对方还没有办法真正威胁到继正师兄 继正师兄向来高傲 他憨战正在兴头 若是自己贸然插手 反而会惹得他不悦 忽然之间纹丝不动的金屋撞成柱寸寸崩裂 一只又一只的黑鸭 忽然之间从崩裂的金屋撞成柱当中 展翅飞了出来 这些通脾漆黑的乌鸭 脚趾间带着几缕火焰 眼睛暗红 额头处有三根纤细如丝的金羽 微微颤动 双翅斩动 暗红的鸭幕却牢牢的锁定了继正 继正不知道为什么 心底陡然之间升起了几分不安 他的注意力啊 全都被这些黑鸭吸引了 没有注意到左墨此时诡异的动作 旁观的戴涛却注意到了左墨的异样 因为啊 左墨摆出的姿势太过于诡异了 双手如蛇一般的舞动 身形以一种古怪的节奏在晃动着 这些动作看似毫无章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戴涛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上来 他脸色皱变脱口而出 使声小心 神迹 几乎遥远的让人忘记的两个字忽然之间 从戴涛的脑海中跳了出来 他脸色刷的一下子惨白啊 黑鸭冰冷的暗红的毛子 闪动着妖翼的光芒 他们的神态高高在上 俯瞰的目光默然如是蝼蚁 和黑鸭毛子接触的瞬间 戴涛的大脑是一片空白啊 荒谷空旷 寂冷苍凉的气息迎面扑来 他的心神呢 竟然失守 左墨神色专注 眼中是无喜无悲 这是他第一次运用神迹 体内的神力全都被调动了起来 从一开始啊 他就知道实无天界 没有办法对反虚妻的修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他把宝压在了神迹之上 早已经在岁月中泯灭的神迹有着惊人的威力 和如今三大体系的各种复杂精微的法门相比 神迹呢 甚至称得上简单 但是这简单 只是对于已经真正踏入神力门槛的左墨而言 当他还没有悟通太安魔碑的时候 他没有一次成功的运用过神迹 但是当悟通之后 神力的运用就有如水到渠成 远古的神迹简单古朴但是威力其大 哪怕说放在如今修炼如此发达的时代 足以让顶级的修炼者那眼红无比 神迹的强大源于神力 左墨的神力传承有两个 一个是清灵交给他的清藤部落的神力传承 另一个呢是太阳部落的神力传承 左墨继承的太阳部落的神力传承 时无天界和太阳神力相融相通 在与宇帅一战之后 左墨也是费尽心思把神力融入到他的时无天界的变化之中 以他如今的神力根本不足以像远古的那些部落图腾一般 他完全使用神力战斗 哪怕说是初阶的神迹 他体内的神力都会迅速见底 那么对于现在的左墨来说 神迹是压箱底的杀招 纪正可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左墨一上来就用上杀招了 因为从场面上来看 纪正甚至略处下风 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纪正哪里知道 与宇帅交过手的左墨深刻的明白 与反兮其修者帅皆谋足的差距 那上次若不是逆龙爪和太阳精种两大义务的力量作祟 他呀是绝对没有资格和羽帅交手的 这段时间他进步显著 但是距离反兮其依然有着明显的差距 更何况还是既正这样踏入反兮其多年的老家伙呢 我们一开始啊 就把姿态摆得很正确 他的策略奏效呢 神迹压低 传言中在远古的太阳部落 他们则要豢扬眼睛赤红的黑色的火样 这些火样啊性情激进而凶残 飞行起来呢 如见鸣笛 会发出一种独特的凄厉的奸效 常常被用于部落市井 空中十只黑鸭猛然展翅暗红的鸭目光芒暴涨 极其难听的凄厉的金豪 犹如魔音穿脑直摧心神啊 怪以凄厉的奸效之下 他周身的灵力不受控制的一致 既正犹如今夜焦灼的脸庞终于色变 踏入返虚期之后 他体内的灵力自成一体 他所有的凡尘俗念都已斩下 禅心空灵通透 不染一丝尘埃 几乎可以说已经快达到了禅修的极致 哪怕说是万苦亲身深入轮回 他体内的灵力与他疲肉心神紧密 而没有一丝的破绽 如此之下 灵力怎么可能出现不受控制的情况呢 记政心神巨阵之下 空中十只黑鸭双齿齐斩 猛然之间朝记政俯冲而来 碰碰碰一团团暗红色的火焰忽然之间 从他们的脚趾集窄而上 迅速的就包裹了他们的全身了 额头的三根金丝细雨 悄然飘落 飘浮在他们的周围 十道暗红流光 如同十只风笛啊 这个时候赫然直指记政 神迹 记政的瞳孔骤然收缩 当他意识到这是什么的时候 十道暗红的流光几乎到了他的面前 黑鸭毛子那抹妖艺的暗红令人心寒啊 几乎把他吞噬的危险感 让记政体内每一丝灵力都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反应 反须其修者所代表的强大的力量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骤然迸发而出 记政脖子上挂的凡尘面珠啪的破碎了 一捧挥舞自下而上 迎着十道暗红流火席却而去 生死攸关之际 记政的没有丝毫联系自己花费数十年之功炼化出来的至宝 当头一只流火黑鸭一头扎进灰雾之中的时候 他仿佛一头扎进了泥潭之中速度骤蓝降了下来 扑扑扑一只只黑鸭陷入到灰雾之中 灰雾遇到了黑鸭周身的火焰 就好比冷水浇入了废油 剧烈的炸开 密集的爆炸之声就像点着了的鞭炮 啪啪啪啪啪啪 密集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灰雾顿时时 一扫而空 记政神色沉重 没有半点的痛惜 眼睛的神光熠熠 他手掐缠绝 瞬间的 由怒目金刚的瞬间 就化作了一尊年花尊者 只见他眉眼温和 年花微笑 如暮春风 满场肃杀之气 竟然顿时为之一消 手中那朵荷花是娇艳欲滴 一朵朵花瓣从花枝上脱落 飘向那些奇快无比的黑鸭 这些看似缓慢的花瓣 却恰好挡住了黑鸭 然而此时一只寂然不动的清冷的月华 毫无征绕地 挣脱了那束元气大伤的灰雾朝纪正扑来 这番变故之快 电光火石之间啊 纪正周身缓缓转动的经文之海 忽然飞起了一道经文波浪 罩住了这道清冷月华 几乎就在同时 曾莲儿眼中骤人之间闪过了一道光芒 弯月下水秀长舞 曼妙无双 啪 被经文罩住的那道月华猛的炸开了 清冷的霜华骤人之间从经文之海中蹦发 以极快无比的速度不断的蔓延 眨眼之间 无数的经文构成的经文之海 浸染月霜 月霜华 神迹 又是神迹 既然心头一跳脸色再变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啊 当左末释放神迹的时候 记政虽然震惊 但是依然能够沉着应战 但是 当发现曾莲儿也能用出神迹的时候 他彻底的惊害住了 怎么可能呢 在四大门派还在努力恢复神力的时候 这里竟然有两个人已经能够用出神迹了 他哪里知道 曾莲儿手中的神力传承甚至比左末还要完整 在修补了最关键的一部分 曾莲儿的月亮神力传承如今归于完整 他一修炼出了神迹 心神失守的记政露出了破绽 双华如毒如钦 无声地染遍了经文 所有的经文瞬间泯灭成了无数清冷的月盲 记政身上的惊害袈裟暗淡下去光泽尽尸 一如败续片片飞散 眨眼之间两件至宝皆知 记政却顾不上来 危急关头一轮五色宝轮猛地挡住了月霜 只见宝轮之上五色流转不休 竟然死死地挡住了霜华 却是戴韬在关键的时候救援而至了 八品法宝五行法相轮 这件法宝初恋于戴韬早年还是散修的时候 而当它进入玄空寺之后 于经文当中仓物禅机重新炼制而成 宝轮五色分属五行 美行当中有一尊者法相姿态各异 五行法相轮死死地挡住了双华 五行是流转不休消灭了月霜之力 记政这个时候心中松了一口气 只要挡住对方的这轮攻击 他们便可以重新的夺回主动的 之前啊 他未曾想到过有人能够修炼出神技 猝不及防之下颇为的狼狈 但是此时呢许多典籍记载如同流水一般的在他的心头闪现 神技威力固然霸道 但是消耗也巨大 对方必定厚力不济 记政心头忽然闪过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他怂然而惊 还有一个人 不好 忽然一股奇鬼无比的力量 无声无息地从他后背侵入到了体内了 记政脸色皱变 戴涛脸色一变 阿鬼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记政的身后 又让紫芒隐线 虚暗在了他的背后 从一开始 阿鬼消失在空中 他一直未曾出现 直到此时他给出了致命的一击 记政的身体一颤 脸上金色于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了 就在此时阻挡黑鸭的花瓣也燃烧殆尽化作灰烬 剩下的黑鸭还有三只 三只黑鸭眼中暗红光芒一闪即逝 化作了三道流光 准确地轰在了失去精海保护的记政的身上 记政的身体呢 轰然燃烧了起来 谁也没有注意到 黑鸭环绕身边的九根金色的细鱼 如同金针瞬间没入到的记政的身体 师兄 带套魂飞魄散 一起折手 左磨 可是没有半点的留恋 口中一声爆喝 跑 话于未落 脖子后多力之手 却是阿鬼如鬼魅一般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了 抓住了他的脖子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边赫然发现 身旁多了一个人 曾莲儿如他一样被阿鬼抓着脖子 曾莲儿的脸色呢 也是有一些苍白 那招神迹对于他来说也必然倾尽全力 日之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477回